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切斯 执着寻母的孩子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少年为了寻找他的母亲 独自一个人从热纳亚到了美洲 少年的母亲在两年前去了美洲 因为他们家遭受了很多的不幸 欠下了很多的债务,一贫如洗 于是,少年的母亲不远万里,只身一人去了美洲 在一个妇人家里当女佣,想在那里赚些钱接济家用 当时,抱着这样的目的到美洲去的人有很多 而且,在美洲赚钱非常容易 很多女人过个两三年,就可以赚够钱回家了 于是,这个女人告别了自己心爱的儿子 含着泪启程了 海上的路程很顺利 她一到美洲,就马上得到了远在那里的亲戚的帮助 介绍她到一个阿根廷人的家里去做女佣 那家人给她的报酬很优厚,对她也很好 而且,她也一直和家里人保持通信 这位母亲每个月能挣到八十个银币 而她自己一个也舍不得花 每隔三个月,就把一大笔钱寄到家里 她在故乡的丈夫就用这些钱渐渐地还清了债务 又重新赢得了好名声 她在家乡也是辛勤做工 而且,她对这种情景也特别满意 不过,她一直在盼望着妻子能够早早回家 就在那个女人出国一年之后 她来了一封短信 信上说她生了病 之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信了 她的丈夫试着给她写信 可是,一直不见回音 家里人都非常担心 生怕她在外面出了什么事 于是,他们又往美洲的意大利领事馆寄了一封信 请求他们帮助寻找女人的下落 三个月之后,领事馆来了回信 说不知道她的下落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家里最小的儿子因为思念母亲心切而生病了 父亲很想去美洲寻找妻子 可是,她的工作怎么办呢? 她去的话,孩子们有谁来养活呢? 而且,大儿子也不能去 她已经能赚一点钱了 家里也是很需要她的 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晚上,小儿子马尔可说 让我去寻找母亲吧 父亲摇了摇头 什么也没有说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想法 可是,无论如何是行不同的 怎么能让一个13岁的孩子到美洲去呢? 可是,马尔可坚持要去 而且,态度相当坚决 求求您了,父亲 马尔可说 比我小的孩子都去了呢 您不用担心我 我一到那里,就去找我们的亲戚 让表叔带我去啊 这样就什么都好办了 找到了表叔,就等于找到了母亲 要是找不到表叔,我就去领事馆 要是还找不到母亲的话 我也可以做一份工作啊 回来的路费也不用发愁的,不是吗? 终于,他把父亲说服了 父亲答应了马尔可的请求 当父亲的朋友知道这件事以后 还答应送他一张去阿根廷的三等船票 父亲和哥哥为马尔可准备好一包衣服 又往他的口袋里放了一点钱 并给了他表叔的地址 在四月的一个夜晚 父亲把马尔可送到了船上 说,马尔可,你一定要坚强啊 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 可怜的马尔可,他还从来没有独自一个人离开过家呢 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啊 当他看到热纳亚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时候 心里悲伤极了 于是,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儿 不吃东西,也不说话 真是叫人心疼 这几天,马尔可总是胡思乱想 他脑子里时不时冒出来各种各样的怪想法 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 他似乎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凑近他 对他说 孩子,快回去吧 不要再找你那不幸的母亲了 他已经死了 马尔可猛地睁开眼睛 尖叫了一声 然后,他看了看一望无际的大海 又看了看旁边那幸福的一家人 马尔可想 母亲一定还活着 我也一定能找到她的 不久以后 我们一家人也会团聚 就像他们一样幸福快乐 船在海上航行了27天 总算到了最后一天 在船上的这些天 马尔可结识了一个伦巴迪老人 他是去美洲看望他儿子的 他的儿子在美洲做农民 马尔可把自己家里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人 老人听了之后 连连说道 坚持住孩子 你一定会找到你的母亲的 因为结识了这个旅伴 马尔可又恢复了乐观开朗的性格 他挨着老人坐在船头 开始想象着到达布伊诺斯艾丽丝的情景 到了那条街 找到表叔的那间店铺 他飞快地跑过去 连声问道 我的母亲怎么样了 他在哪里 快带我去看他吧 于是他和表叔一起飞快地跑着 爬上一座楼梯 门开了 一想到这里 马尔可就像是真的见到了母亲一样 特别激动 特别兴奋 开船之后的第27天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而且那天天气很好 对于马尔可来说 这是一个好兆头 马尔可又高兴又焦急 简直都要发疯了 现在他离母亲已经很近了 用不了几个小时 就能见到母亲了 自己真的来到了美洲 而且是他自己一个人 想想那漫长的旅途 也不过是一刹那的事 真是太令人高兴了 这时 小马尔可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呀 坏了 自己明明带了两个小钱包的 怎么会只剩下一个 他知道 他的小钱包被偷了 可是他并没有伤心 因为他想 自己离母亲已经很近了 就算是兜丢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接着 马尔可和大家一起 上了一条 驶向岸边的小火轮 和那位热情的老人告别之后 马尔可就独自向城里走去 在路上 马尔可向一个路人打听 怎样去劳斯阿尔提斯街 那个人正好也是意大利人 那人问他时不时次 马尔可点头说认识 你看 那个人说 你一直往前走 拐弯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看看上面的标语 那样 你就会发现你要找的街道了 马尔可到了线 就一直向前走 这条街似乎没有尽头 马尔可走了很久 每到拐角处 他都会很认真地看看 是否有自己要找的那条街的名字 他认真地注视着 每一个走过的女人 他想 说不定会碰上自己的母亲呢 有一次 他看见走在自己前面的一个女人 很像是自己的母亲 就迫不及待地追了上去 原来是个黑人 马尔可走啊走啊 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一看那条街的名字 他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原来 这里就是劳斯阿尔提斯街 马尔可加快了脚步 都要跑起来了 他在心里念叨着 啊 妈妈妈妈 我就要见到妈妈了 终于 马尔可找到了175号 也就是他表叔的店铺 你要什么 一个女人用西班牙语问 这个店铺 马尔可说 是弗兰西斯科米勒利家的店铺吗 他死了 女人用意大利语回答说 什么时候死的 马尔可急忙追问 已经很久了 那个女人回答说 几个月前 他的店铺破产了 听人说 他去了很远的一个地方 后来就死在了那里 现在 这个店铺由我开着 马尔可的脸色变得苍白 他一时不知所措 着急地说 弗兰西斯科米勒利认识我的母亲 我母亲是美魁奈斯先生家的女佣 只有弗兰西知道我母亲的下落 我是来美洲寻找我的母亲的 可是 现在怎么办呢 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母亲啊 可怜的孩子 女人回答说 我可不知道你母亲的事情 不过 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 也许有人知道 女人向旁边 扑斯的一个男孩打听了情况后 对马尔可说 嗯 你和他一起去吧 他知道在哪里 于是 马尔可跟着那个男孩走了 他们在一桩漂亮房子前面停了下来 这时 正好有一位小姐从里面走了出来 马尔可问他 这是不是美魁奈斯家 没想到那位小姐说 他们早已经到科尔多瓦去了 科尔多瓦 马尔可叫了起来 科尔多瓦在哪里 那么 他们家的那个女佣人呢 他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也跟他们去了吗 那位小姐觉察到 马尔可不安的表情后 连忙说 别担心 我去问问我的父亲 他一定知道的 一会儿 那位小姐的父亲出来了 他说 那个女佣确实和美魁奈斯家 一起去了科尔多瓦 接着 那位小姐的父亲 又给马尔可写了一封信 让他带着 还给了他几个银币 说是让马尔可到波卡市区 按照信上的地址 去找一个叫做波尔的人 无论如何 波尔会帮助他找到他的母亲的 最后 那位小姐的父亲鼓励他说 孩子 去吧 大胆些 你一定会找到你的母亲的 马尔可向他道了谢 久急匆匆地走到了大街上 开始另一段新的旅途 第二天 小马尔可在码头上待了整整一天 他心里如同一团乱麻 充满了担心和焦虑 晚上的时候 他终于搭上了一条石像罗萨里奥城的轮船 马尔可每天只吃一点面包和咸肉 水手们也不和他说话 夜里 他就躺在甲板上睡觉 有时候 他一觉醒来 只望着海边的岛屿发呆 他想 也许母亲也曾经路过这里 也曾经看到过这些岛屿吧 这样想着想着 他开始兴奋起来 心里也不觉得悲伤了 相反 又充满了希望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行终于结束了 马尔可上岸之后 立即向城里走去 几经周折 马尔可找到了波尔的家 可是 悲剧又发生了 当马尔可把信件交给波尔家的佣人的时候 他们却告知他 几天前 他们的主人已经出远门了 可能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 马尔可几乎决放了 小马尔可又重新回到了街上 在一个长椅上躺了下来 他知道 自己身上已经没有几个银币了 再这样下去 他会一分钱也没有的 怎么办呢 想到这儿 马尔可忍不住哭了起来 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 但他们似乎看也不看小马尔可一眼 突然 小马尔可听到有人用意大利语问他 孩子 发生什么事了 马尔可抬头一看 又惊又喜 原来 他是在船上结石的那位伦巴迪老人 老人此时也惊讶极了 于是 小马尔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遭遇 讲给老人听 并且 他向老人请求帮助 希望老人能给他介绍一份工作 毕竟他已经山穷水尽了 老人答应帮忙 接着 老人就带着马尔可朝前面的街道走去 他们一直走到一家酒店门口才停了下来 马尔可抬头看了看这家酒店 是一家意大利酒店 上面悬挂着大大的意大利之星招牌 老人一进去就找了个正宗的位置 站在那 向大家介绍了小马尔可 并且 向大家讲述了这些天来 小马尔可的不幸遭遇 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 说着 有人接下了他的旅行带 其他的人也围了过来 马尔可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旅馆 大家都跑了过来 不一会儿 伦巴迪老人的帽子里 已经收集了42个银币 老人高兴地对马尔可说 你看 在美洲办事有多快 来 喝吧 一个人把装着葡萄酒的酒杯 递给马尔可 说道 为了你母亲的健康 干杯 大家都举起了酒杯 一言而尽 可是 马尔可却哽咽起来 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只是紧紧搂住了老人的脖子 第二天早晨 马尔可勇敢地朝科尔多瓦出发了 马尔可独自一个人 坐在长长的车厢里 窗外是一片荒凉的原野 偶尔能看见几棵小树 长得奇形怪状 马尔可心里依旧很痛苦 荒芜的平原上 没有一点让人开心的绿色 马尔可昏昏沉沉地睡了半个小时之后 又开始眺望窗外 仍是同样的景色 各处的火车站都十分冷清 火车停下的时候 听不到一点人声 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刮着 他身上的衣服却还都是夏天的 家里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他会遇到这么寒冷的天气 马尔可冷极了 也太累了 累得不知不觉睡着了 他睡了很长时间 醒来之后身体都冻麻了 他很难受 害怕自己会死在这里 没人看管 怕自己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 种种恐惧的念头浮在脑海里 越想越害怕 他想 即使到了科尔多瓦 真的能见到母亲吗 如果他又不在那里呢 万一是那位绅士弄错了怎么办 这样胡思乱想着 马尔可又睡着了 他梦见夜里的时候 到了科尔多瓦 大街上所有的门口与窗口 都传出了喊声 他不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马尔可惊醒了 惶恐不安中 他发现在车厢的另一头 有三个围着围巾的大胡子男人 正瞅着他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马尔可很害怕 他的头脑里忽然闪出一个疑问 说不定这三个人是杀人犯 他们会杀了他 然后抢走他的包袱 这时 那三个男人中的一个朝他走过来 他失去理智地冲着那个人跑过去 喊着 我什么都没有 我是去找我母亲的 拜托你们放过我吧 事实上 那三个人都是十分善良的人 他们看到马尔可冷得发抖 就把自己的围巾裹在马尔可的身上 让他躺下睡觉 火车到了科尔多瓦 他们才叫醒马尔可 马尔可迫不及待地跑出了车厢 四处打听美奎奈斯工程师的家在哪里 有人告诉他 美奎奈斯家在一座教堂附近 马尔可立刻朝那里奔去 已经是晚上了 马尔可走进了城市 走过了漫长的荒原 这个城市让马尔可感到热闹极了 马尔可向一个神父问了路 很快 他就找到了那座教堂和美奎奈斯工程师的家 他用颤抖的手按响了门铃 他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一个老妇人手里拿着灯 开了门 马尔可激动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可是 老妇人的回答却令马尔可绝望了 老妇人说 美奈奈斯去了图库曼 他现在就住在那里 马尔可绝望了 他气急败坏地喊道 难道是上天在诅咒我吗 我注定见不到母亲 要死在半路上吗 上帝啊 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 离这儿有多远 啊 可怜的孩子 老妇人很同情他 回答说 那里可不算近啊 至少有四五百英里呢 马尔可一边抽气 一边问道 那么 我该怎么办呢 老妇人看他可怜 就给马尔可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马尔可去找一个绰号为首领的商人 老妇人说 明天早晨 他要跟着货运车和牛群去图库曼 你去求求他 可以帮他干点活 也许他会让你和他一起去的 马尔可向老妇人道了谢 抓起包袱赶紧去找那个人 马尔可找到这个男人时 他正在院子里指挥着工人们装运货物 马尔可走到这个男人身边 提心吊胆地向他提出了搭车的请求 首领把马尔可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 冷淡地回答 我们是要去圣地亚哥的 没有位子 我这里还有十五个里拉 马尔可恳求他说 可以都给您 我还能帮您干活 求求您 让我跟您去吧 首领又打量了一下马尔可 这次 多少有些温和的说道 没有地方可做 而且 我们也不去图库曼 在半路上 你要下车走很远才能到 马尔可喊起来 不能走 请您不要担心 求您让我跟您一起走吧 我什么都不怕 只要能见到我的母亲 请您答应我吧 首领凑近灯光 仔细地看了看马尔可的脸 然后他说 孩子 你要走二十天才能到啊 如果你能吃得了苦 那你就一起去吧 马尔可高兴地叫了起来 首领答应让他今晚住在车上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 长长的车队开始出发了 马尔可被安排坐在一辆车的凉袋子上 他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 运输队已经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停下了 车夫们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又一起出发 就这样 走走停停往前赶路 一切都很有规律 马尔可一路上给车夫们生火烤肉 给牛和马胃撕掉 干各种货 可是 那些车夫们就像使唤奴隶一样 使唤马尔可 每天都让他干各种各样的杂活 马尔可已经筋疲力尽了 他的衣服破烂不堪 身上又脏又臭 而且 每天从早到晚 他还备受责骂和戏弄 却得不到一丝温暖 要不是首领还经常对他说些安慰的话 马尔可简直就要失去寻找母亲的信心了 马尔可经常偷偷地哭 现在 他的包袱里除了几件破衣服 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他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他时常望着无边无际的原野 自言自语 哎 到不了今天晚上了 到不了今天晚上了 今天我一定会死在路上 马尔可干的活越来越多 越来越累 可是 车夫们还是时不时地找茬 侮辱他 有时趁首领不在 甚至还对他拳脚相加 马尔可胸中充满了悲愤 终于他病倒了 连着三天发高烧 昏迷不醒 而只有首领一个人来到他的身边 给他喂点水 他觉得自己快死了 昏迷中不停地呼唤着母亲 妈妈 妈妈 请您救救我 我就要死了 可怜的妈妈 我再也见不到您了 可怜的妈妈 您见到我时 我已经死在路上了 马尔可一边呼喊 一边双手合十祷告 以后 马尔可在首领的照顾下 一天天好起来 终于痊愈了 但他也面临着更加艰难的日子 独自一个人上路去寻找母亲 当车队来到了去图库曼 和去圣地亚哥十字路口时 首领对马尔可说 分手的时候到了 首领只给了马尔可 以后要走的路线 又亲自把包袱 绑在马尔可的肩上 首领害怕自己舍不得马尔可 便曹曹说了几句话 然后匆忙走了 那些车夫看他孤身一人 也不禁动了侧隐之心 他们离去时都挥手 冲马尔可告别 马尔可也挥手还礼 当车队消失在原野上时 马尔可才无精打赛地朝前走去 在经过了漫长的几天行程之后 马尔可终于走出了那一望乌涯的 没有任何变化的草原 眼前就是巍峨的安地斯山脉 这让他想起了家乡的阿尔卑斯山 觉得好像回到了祖国 而且越往北走 离热带地区越近 天气越来越暖和 这让马尔可心情变得无比舒畅 沿途零星分布着一些小村落和店铺 这时马尔可才会买一点食物冲击 有时他会遇到骑马的人 也常常看见女人和小孩坐在路边 一动不动 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原来那就是印第安人 他拼尽全力地走着 鞋子破了 脚也磨坏了 身体虚脱极了 而且每到傍晚 他就会感到害怕 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孤苦无依 种种酸楚也会涌伤心头 但是转念一想 要是妈妈知道我这样害怕 她不知道会感到多么难过呢 这样他就重新鼓起勇气 为了摆脱恐惧 马尔可就不停地回忆 与母亲有关的事 想着母亲的种种嘱托 马尔可在心里对母亲说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啊妈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终点啊 马尔可走呀走呀 穿过从未见过的丛林 宽阔的甘蔗地 广袤的牧场 一步一步往前走着 四天五天 一周时间过去了 他的力气用尽了 脚下流着血 终于有一天 有人对他说 李图库曼还有五英里路 他兴奋地叫起来 好像刹那间恢复了元气 不由得又加快了脚步 但是他的气力早就用尽 终于筋疲力竭地倒在了沟边 夜空闪烁着星星 这情景让马尔可感到从未有过的美妙 他心里想 这个时候 也许妈妈也正看着这些星星吧 可怜的马尔可 而此时 马尔可的母亲正生着病 美奎奈斯一家人非常善良 给了他很好的照料 这位母亲载到科尔多瓦前 就已经生病了 他寄出了几封信 可是 没收到丈夫和表兄的一点灰音 他担心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 在一连串的意外打击下 他的病越来越重了 他只能在床上躺着 已经有半个月时间 而且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就在他的儿子马尔可呼唤母亲的时候 这家的主人正站在他的床前 劝他接受手术治疗 可他一边哭泣 一边坚决地拒绝了手术 他说 请别再为我费心了 我已经没有气力来接受手术了 我一定会死在医生的手术刀下的 让我病死反而更好 我一切都完了 主人夫妇劝慰他 让他一定要有信心才行 就算是为了他自己的孩子 他也必须接受手术 可是 一提这些 他内心的痛苦就更加严重 一下子哭了 他哭喊着 大概他们都已经死了 让我也死了吧 谢谢您 我亲爱的主人 但我知道我快不行了 这都是命啊 主人夫妇只好不停地劝他 安慰他 此时 他又昏沉沉地入睡了 就像死了一样 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 为了全家人的生活 不远万里来到他乡 他非常正直 非常善良 也非常可怜 第二天清晨 马尔可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图库曼 他在街道上穿行着 街上十分热闹 马尔可看着街上走过的每一个女人 他觉得也许会在街上碰见他的母亲 他想向路人打听 却又没有勇气 这时 他看见眼前有一个店铺 店铺的招牌上标着意大利文 马尔可慢慢地走进门口 鼓起勇气问道 老爷 我想打听一下 美奎奈斯先生的家在哪里 美奎奈斯先生一家不住在图库曼 店主人说道 这句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马尔可的胸膛 他发出了痛苦而绝望的叫喊 店主人和附近的人都很诧异 不由得围了过来 店主人了解到事情的始末后 对马尔可说 你不用失望孩子 美奈奈斯先生一家虽然不住在这儿 但住得也不远 从图库曼走几个小时就到了 在哪 在哪 马尔可急切地问道 店主人说 在萨拉蒂洛河畔 有一处正在建造的糖厂和一处住宅区 美奈奈斯先生家就在那里 用不了几个小时 你就能走到那里 我一个月前还在那里 文生赶来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马尔可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焦急地问道 您见过美奈奈斯先生家的女佣人吗 是一个意大利人 是热纳亚人吗 我见过 马尔可听后 一时悲喜交加 他想立刻动身去找自己的母亲 可是大家觉得他太累了 他应该休息 就极力劝阻他 可他只是拼命地摇着头 大家看到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他 就不再劝阻他了 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 一路平安意大利孩子 大家都说 就这样 马尔可又上路了 这天夜里 在剧烈疼痛的折磨下 马尔可的母亲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 还不断地说着胡话 他现在已经骨瘦如柴 身体虚弱到极点了 即使现在做手术 医生也来不及赶过来 他不停地喊着家人的名字 担心着家人的安危 他两手抓着头发 叫喊着 上帝呀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吗 难道我再也不能回到我的家乡了吗 我那可怜的孩子 他们就要成为没有母亲的孤儿了 我的马尔可 他还那么小 他就这样再也见不到他的母亲了 我可怜的马尔可 失去了母亲 他该多么的可怜 上帝呀 不 我不想死 叫医生 请赶快叫医生来 请他来给我做手术 我还要回家 请救救我 我的马尔可 我可怜的马尔可 现在你在哪里呀 我可怜的孩子 此刻已是午夜了 可怜的马尔可沿着一条沟渠 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 现在 他走在一片茂密而广阔的森林里 那些树木粗的就像教堂的柱子一样 在昏暗朦胧中 树身呈现出奇形怪状的影子 有的笔直 有的倾斜 有的扭曲 盘根错节 显得有些可怕 这种情景是马尔可未曾见过的 森林里的景象并没有让马尔可留恋 一想到母亲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马尔可就浑身充满力量 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一切 已经让他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 而且 在马尔可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由于两年多的疏离 母亲的面容逐渐模糊了 可就在那一刻 马尔可感觉到母亲就在他眼前 母亲的音容笑貌 一点一滴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回忆着过去的美好 甜蜜的无声的泪水 顺着马尔可的面颊 悄悄地流了下来 他在黑暗中一边往前走 一边低声倾诉道 妈妈 让我们一起回家吧 没有人会让我们分开的 早晨八点钟 图库曼的医生来到了病人的床边 最后一次劝说马尔可的母亲接受手术 只要你有点勇气 你就能彻底地得救 但是你要是不做手术的话 那就一定会死的 医生看着病人说 但是不管怎样劝说 病人就是不同意手术 不 病人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 我不怕死 就这样决定了 请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医生束手无策 其他人也不再说什么 病人把脸转向女主人 用奄奄一息的声音 述说自己最后的请求 善良的夫人 病人边哭边费劲地说 请把我那点钱和我的几件行李 托领事馆转交给我的家人 但愿我的家人都平安 请代替我写一封信 我很想念他们 为了全家 为了孩子 我一直在工作 我现在最痛心的就是不能见他们一面 不过我是勇敢地死去的 我至死都在祝福他们 我的丈夫 我的长子 他们要照顾好我临死之前 仍在挂念的小儿子 我那可怜的马尔可 说到这里 他突然激动起来 搅着两手 叫喊起来 马尔可 我的孩子 我的宝贝 他双眼模糊地环顾四周 却发现女主人夫妇都不在房间里了 只有两个护士和那个医生的助手守在这 从旁边的房间里 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还有急促地说话声 叹息声 过了两三分钟 他看见医生脸上带着异样的神情走了进来 女主人夫妇也随后跟了进来 他们三个人的眼神让人琢磨不定 病人似乎听到医生说 最好马上 可是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约塞弗亚 女主人用颤抖的声音对病人说 我们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病人睁大了眼睛 你听后千万不要过分激动 女主人接着说 你就要看到一个人 一个你很爱的人 病人一听到这句话 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 猛然抬起了头 他愣愣地看着女主人 那个人 女主人也非常激动 脸色苍白地说 刚刚到了这里 你一定想不到 是谁 病人喘息着 声音异常地喊叫起来 忽然 他发出一声尖叫 猛地坐了起来 一动不动 瞪大了眼睛 双手捂住了额头 这时 穿着破烂的衣服 满身尘土的马尔可 被医生拉着一只手 站在门槛边 病人连声大叫 上帝 上帝 我的上帝啊 马尔可一下子 扑倒在病人的怀里 两个人抱着大哭起来 哭着哭着 病人又倒到了枕头上 但他马上清醒过来 他不停地亲吻着 马尔可的额头 连声询问道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真的是你吗 你都长这么大了 谁带你来的 一个人没有生病吗 真的是你吗 马尔可 这不是在做梦吧 快和我说话呀 忽然 他又改变了主意 不 你等一会儿 快医生 我想治好我的病 求您了 我想活着 马尔可被带走了 主人夫妇和两个女护士 也急忙走了 只留下了医生和助手 门关上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突然 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凄惨的叫声 啊 我妈妈死了吗 天啊 马尔可伤心地哭泣起来 孩子 你母亲得救了 走出来的医生对马尔可说 听到这话 马尔可扑通一声 跪在医生脚下 医生 谢谢您 可医生连忙扶起马尔可 说道 快起来 勇敢的孩子 救活你母亲的是你 地医生 不是我们亲爱的